我咱如果下这季回启示是否会被恶意说到 不会啊 因为落叶归梗嘛 咱们是曾经一度在外地求学 在外地求学功名 但是如果说有朝一日真说自己功成名就的话 落叶归梗 自己职业生亚最终的贵书 肯定还会交给克里布兰启示的 考虑到启示对现在阵容实力很完整 但是苦云呢 缺乏一位真正的更衣式领袖 米切尔呢 人生当中威望不足 加兰呢 实力不济 那怎么办呢 只能说是引进扎姆斯 这支球队以往那会儿球队的领袖老大 引进扎姆斯之后啊 让这支球队焕发新的升级 让对内现有的资源呢 进行有效整合 崩发出真正的能量 扎姆斯回归课程 跟自己这个本乡本土的乡亲站到一块 完成自己职业生 最后一次冲击撞举的这种行动 让乡亲们都注视嘛 看自己最后这一股能够到底走多远 可以回去 外界不会有说想道事的 说想道事呢 咱们说干啥不说想道事啊 干啥都被解读 那就无所谓了嘛 你说啥其他人都有讲 讲着他的 所以 就回归起事挺好 感谢您的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